好 那第二天清晨要叫校伍的时候 还发现全身冰冷 已经没有呼吸 也没有心跳了 身体都冷掉了 这个时候只能宣布她猝死 你知道她猝死 蔡惠妹有多伤心吗 我看照片为证 那时候花样年华才32岁就手寡 最美丽最年轻的寡妇出现了 那你就晓得说蔡惠妹在上礼上 校伍的上礼上 她还裹着纱布 你以为怎么了 她哭到眼睛都已经流血了 必须要裹纱布了 所以你就晓得说 她是多么的伤心 这样子看来的话 惠妹跟校伍应该是一往情深 对不对 间谍情深 我其实告诉立刚 蔡校伍她其实她一直身体都不好 常常要打胰岛素 对不对 所以说她在身体状况最差的时候 她曾经把蔡惠妹叫到病榻前 她说的非常感性 若我死了 你可以交男朋友 但你不可以改嫁 你还是要信蒋 你一日是蒋家的媳妇 终生都是蒋家的媳妇 是蒋家的人 蔡惠妹哭哭啼啼 但没有答话 好 你就晓得说 其实当时有这么一段感人的对话 不过蔡惠妹好像后面没有 之后没有亲自承认这个部分 对 好 那后来你知道吗 有一天 你知道 蔡惠妹她请了几个朋友到家里打牌喝酒 你知道 结果喝酒喝喝喝 蔡惠妹当地酒量特别好 一直干 她跟一个红本知己 就是她两个姐妹淘 你知道吗 另外两个在看 另外两个看 他们两个人竟然 对喝了七瓶红酒 立刚 我要喝半瓶我就刮了 那蛮多的 两个人对喝了七瓶 怎么可能 当时姐妹的人都说 不对劲 不对劲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为什么那么闷闷不乐 她说 我被拍了一张不哑照 明天 时报周刊就要登出来了 什么 时报周刊要登出来了不哑照 对 她 蒋家媳妇的不哑照 天哪 这还得了 她心里多苦闷 你知道吗 心情非常不好 好 我们就要公布了 什么叫不哑照了 各位观众看 这就是当年的不哑照 这叫不哑照 一下露出来 你知道吗 蒋家非常不高兴 你的意思说 这样子就叫不哑照了 对 知道了 前两天 蒋家已经知道了 说什么 痛骂她 你这种照片曝光 叫孝武怎么做人 还有一个报老板的夫人说 你看 为什么你要做这种事情 你要知道你是谁 你是蒋下午的媳妇 这样的姿势 这样的场合 好像没有什么不雅的吧 当年的规制跟环境 就是这样 所以当年在蒋家里面 他不容许有这样的照片出来的 不允许 你再漂亮都不可以有这样 这是欲举的行为嘛 所以从此以后 蔡惠妹就关入了蒋家的高塔之中 像谁 像极了谁 像极了那闷闷不乐的戴安娜王妃 他也是蒋家的戴安娜王妃 过着从此不快乐的皇室生活 不过他许诺了蒋校武 终生没有再改嫁了 现在身居减出 很少跟外界联络 在蒋家当中 其实有一段密史 这段密史是大家外面所不为人知的 在蒋夫人她身边有一位外甥女 这个外甥女是谁呢 大家都尊称为孔二小姐 孔二小姐为什么那么特别 那么的神秘呢 因为孔二小姐常常穿着马靴 穿着军装 打扮像男人一样 而且爱玩枪 这孔二小姐究竟是什么样 一样的人物呢 这个就是各位看一下 这个就是孔二小姐 这个就是蒋夫人 蒋夫人 那他们两个的感情是情同妇女 但是你看孔二小姐的服装 她居然打理戴耶 穿着好像男生一样 头发剃得短短的 她既是男人 她也是女人 所以就是说 如果这种人在民国初年 你出生在一般的家庭的话 往往她会被遗弃 在当年那个时代 是不容许有这样的穿着跟打扮出现的 对 你看刚刚连蔡卫妹穿个无袖的衣服 手举起来都被蒋家人所驳斥 那孔二小姐呢 那孔二小姐 我是见过她一次 是西装 然后腌斗 然后穿短马靴 那种短马靴 腌斗啊 腌斗啊 那女生拿着腌斗 这样子拿着那个腌斗 然后她那个脚的裤管 是塞在那种 叫做军中有一种小马靴 就是装甲兵 他们非常喜欢穿的 不是那种长筒的 是那种半筒的 半筒的靴子 半筒的靴子 各位知不知道她开门怎么开 她开门这样子下车的 用脚踢的 就是说她很多的动作 跟女孩子都不一样 宋美龄曾经讲 男儿豪杰气 讲她一句 因为她救过宋美龄 大概至少三次 什么 她救过宋美龄三次 就是像七七抗日事件 七七抗日事件的时候 她跟宋美龄搭车 结果呢 她是在后面 她是劝宋美龄说 我们还是最后走 结果刚刚好前面的车队 是什么 被轰炸 所以她救了宋美龄 所以宋美龄逃过一劫了 对 还有第二次 还有一次 宋美龄是在重庆的时候 她开车 她的随护开车 结果快要撞到 就是重庆山路 弯路 对不对 那你知道她车子就在后面 宋美龄这样子开 她是在后面开 当然 一个转弯的时候 快要插撞栓壁 她直接撞上去 然后挡在 她挡住宋美龄的车了 她挡住宋美龄的车 这么有个性哦 这么厉害 这个是第二次 她救过宋美龄 那第三次救过宋美龄是怎么样 宋美龄 到回到南京以后 到要去美国之前 有一次她跟蒋介石上那个庐山 结果发生那个教夫啊 教夫在那个扛教 扛教的时候 大概一个重心不稳 孔二小姐就在旁边 就把那个轿子拖起来 撑住了 撑住 没有让宋美龄摔下来 要不摔下去可能摔到悬崖下面了 对就是说如果摔下去的话 那宋美龄一定是毁龙了 就刚刚好这样子扑下去嘛 所以她救过她三次以后 到了台湾 各位晓不晓得 她跟谁的感情最好 除了宋美龄以外 大家都没想到 她跟谁的感情最好 伟国先生 他跟伟国先生 有一次伟国先生是跟我讲 他心情不好 找他喝酒 喝了 两个人喝了大概四五瓶的绍兴 然后蒋伟国在那个诉说他的委屈 结果呢 他呢 很豪气的告诉伟国先生 他说不要紧 我的肩膀给你靠 你注意旁边那个戴帽子 就是那个孔二小姐 穿着打扮怎么跟男人一样啊 他男人一样 他是从小打架打到大 他五枪弄刀 个个都很心 这么厉害 其实他的枪法不错 他的枪法不错 还有一个 他会得到宋美龄的欢心 只要宋美龄交代任何事 好比说老先生的沸川市 他会从美国把要点 还有医学名词 通通拿出来自己研究 什么叫做沸川市 他的危险度如何如何如何 他会全部都跟宋美龄报告 所以宋美龄相信他 把原山大饭店 把官邸 甚至于把行馆 还有行馆的设计 通通交给了他 所以他可以号称是什么 地下行馆 那宋美龄那有一条狼狗 是终身保护宋美龄的 结果你知道吗 只有他敢去踢那条狼狗 其他官邸似乎连碰都不敢碰 因为只有那条狗 只认识这两个主人 就可以看得出来 孔二小姐 从十岁玩枪 十三岁开车 然后他开车 跟宋美龄一模一样 为什么 他们的观念都是什么 人要让车 车不让人的 所以他们开车都喜欢飙车 宋美龄终身不会开车 但是他的开车技术很好 所以在阳明山他闯了大祸以后 宋美龄不会去处罚那些交通组的人 完完全全开他的面子 尤其他晚年他快过世的时候 宋美龄千里迢迢从美国来看他 然后看完他 一直等他走 他才回到美国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些感情 是我们外人不太容易理解的 宋美龄跟孔二小姐之间的感情 我们看起来 这真的是外人没办法理解 但是